塞爾維亞一間法院釋放了三名在爭議邊境附近被捕的科屬玉警察 但一名塞爾維亞談判人員星期一表示 三人依然面臨著進一步的法律行動 塞爾維亞中部城鎮克拉捏玉的法庭說 這三名的警察在任何額外程序進行前可以置入 三人於是反對了科屬玉 他們被控非法持有武器以及爆炸物 這三名的警察在六月中場被拘留 塞爾維亞說他們越境進入塞爾維亞 但科屬玉當局說他們在科屬玉境內被綁架 並且被送到塞爾維亞的一家監獄 美國和歐盟亦和科屬玉政府一同要求釋放他們 塞爾維亞首席科屬玉問題談判代表 特科維奇表示這些警察的釋放是法庭的決定 不是政治的決定 將會繼續對他們進行調查並且有可能會起訴 需要提供一下 讓我想請問一下 認賞 我問題 分為這提供 明顯示 外卻 升 讓我 劉